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214集 杨军将背包里的黑猫 小心翼翼地抱了出来 交到了孙胖子手上 这还不算完呢 杨军又在口袋里 掏出来一个小小的竹筒 在里边倒出来一个黄豆大小的药丸 本来我还以为这颗药丸是测谎用的 要给张然天吃 没想到杨军却把药丸塞进了黑猫的嘴里 可能是因为天亮的原因 跟昨晚相比黑猫的状态强了一点 他的眼睛稍微的睁开了一点 跟孙胖子打了个照面 他还真是天生的 就跟财鼠黑猫这样的动物有缘 看清了是孙胖子之后 黑猫还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胳膊 将这小黑脑袋埋进了孙胖子的胳膊之下 孙胖子怀抱着黑猫 慢悠悠地向张然天走过去 张总 不好意思啊 兄弟我这一时失手把您给伤住了 幸好伤的是您肉厚的地面 再往中间偏两寸 不说了 都是误会 张总 总之是这兄弟对不住您了啊 张然天两手撑着坐在地上 腿上的伤口疼得他直抽凉气 他满头大汗地看了孙胖子一眼 摆了摆手没说话 眼看就要走到张然天身边的时候 这孙胖子好像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 身子前轻 手上这黑猫就好像抓不住似的 往张天然的脸上就给扔过去了 黑猫在出手的刹那就看见了前面的张然天 他脖子后背尾巴上的黑猫 瞬间就扎起来了 一声招牌似的惨叫 孙胖子抱着黑猫走到张然天身边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 他八成得来这么一出 等到孙胖子把这黑猫扔出去的同时 我已经捂好了耳朵了 但这对于黑猫这事穿透性极强的惨叫 完全无济于事 声音直接就穿透了我的手掌 灌进了我耳朵里头 我头脑中一阵眩晕呢 一连后退了几步 被海风这么一吹 我才清醒过来 不至于摔在地上 黑猫这次叫声跟前几次不太一样 我竟然没有晕 应该是刚才杨军喂了那颗要玩的缘故 不过没有昏倒的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 随着他这一声孽 除了我们几个和好争一压之外 剩下不管是谢家的 还是对面来参加婚礼的人 一个不剩全都昏倒在地 而那位总经理张然天 听见这一声猫叫 他竟然一条腿跳起来 一巴掌将飞过来的黑猫大落在地 黑猫哀嚎了一声 不再找孙胖子 在地上打了个滚之后 又再次跑回杨军的身边 一团黑眼一样 顺着杨军的裤腿 直接就蹿到他肩头了 又改变路线 向杨军的背包蹿过去 用爪子扒开了杨军的背包 一头就钻进去了 这时候好争议和萧和尚等人 已经将张然天围住了 张然天看着周围都是晕倒的人 他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 孙胖子坐在地上 笑呵呵地看着张然天 张总 您这怎么了 不是我说 这一只小猫 就把您吓成片了 张然天没搭理孙胖 他一瘸一拐地原地走了几步 适应了一下双脚同时落地的感觉 但是只走了几步 他就失去了平衡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 萧和尚看着他的样子直皱眉头 你也别多想了 就算你的腿脚没伤着 你也跑不了 张然天看了萧和尚一眼 转头看向孙胖子 要不是鞋面和裤子上那些脏东西 你能发现我吗 老张 也别怕自己想得天衣无缝 不是我说 就算没有谭音辉 你的小便得也露出来了 看到张然天不以为然的表情 孙胖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 老张 不是我说你 我长这么大了 还没见过像你胆子这么大的总经理 还是那句话 你细眼过了 总经理再大 也是老板的员工 亲眼看见和谢家不相干的人 都死在海底了 你还这么兴致勃勃的 在谢旁身边忙前忙后的 要么你是他亲生儿子 要么你确信自己不会受到谢家这些人的连累 问题就是 你哪来的这种自信 张然天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出来 之前对待谢旁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 他转脸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谢家众人 微微地叹了口气 我还以为 就算谢家的人都死绝了 也不会有人发现和我有关系 老丈 你这话呢 说的稍微有点大了 他们只是身在此山中 又被你吓着了 等这件事过了 一定会有人怀疑 未必 如果是事后 就更不会有人怀疑我了 张然天的脸色有些惨然 尝出了一口气 他的这句话 连孙胖子和郝正义都听不明白了 张然天看着孙胖子笑了一下 随后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因为 最后一个死的人 是 我 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 想说什么 但是最后又咽了下去 倒是萧和尚走到张然天的身前 说说吧 谢家的人到底怎么你了 你要这么绝 还有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然天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鞋面和裤腿 沾满了探音灰 缓缓开口 你们也不是一般的人 先听听我的故事 故事的源头是四十多年前 当时 这儿还是一个小渔村 这座小岛 也不过是给来往船只 做补给淡水的小码头 那个年代 恰逢全国各地 都在如火如荼 进行史无前例的巨大革命 一句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让无数的城市应届 初中高中毕业生 来到了农村扎根 其中有一位叫做 张小兰的南方姑娘 作为下乡知青 来到了这个小渔村 那一年 张小兰只有十六七岁 可能是南方水土滋养的关系 张姑娘生的是 异常的脱俗秀丽 若是晚生了几十年 绝对能把大多数的 电影明星都比下去 本来啊 她的下乡地点 是北大荒的农肯兵团 但是不知道 怎么阴差阳错的 转了几个下乡地点 最后就把她打发到这儿来了 张小兰的到来 让这个北方小渔村 有了一丝躁脱 就连附近的几个村子都知道 这儿来了一个南方的大美女 经常有其他村子的年轻人 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 来这儿 就为了能看上张小兰一眼 曾经发生过 为了占个好位置 看张小兰出门 两帮子年轻人 在村子青年点门前 大打出手的例子 要不是紧要关头 村之书带着治保主任 和民兵几时赶到 连打带下的 才把两拨年轻人撵走 当时的那位村之书 就是谢庞 他当上村之书不到一年 就把所有的村干部 都换上了他们谢家的人 上到会计 民兵排长 下到几个生产队的队长 无一不是姓谢的 在这个村子里 说话好用的 第一个那是毛主席 第二个就是他谢之书 自打张小兰 到了这个小渔村之后 谢庞也是有事没事 就在青年点里边待一会儿 他每次都不空手 要么是刚打上来的几条海鱼 要么就是半斤花生瓜子 还有糖块什么 在那个时期的小渔村里 这些东西已经算是很阔绰了 这些下乡青年 倒是希望谢之书 能时不时的多来几趟 没用多长时间 谢之书和这几个下乡青年们 就已经打争一片了 他还在其中认了几个干儿子 干闺女 这其中就有张小兰一个 开始张小兰还以为 自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遇到了贵人 认了干爹不算 还认了谢庞的老婆做干娘 这个老婆可不是谢莫愁的亲妈 从此之后啊 有事没事的 就被这干爹干娘叫到家里 吃一顿好的 改善改善生活 但是他没有留意到 谢庞其他几个干儿子 干闺女 可没有他这种待遇 一转眼到了年根 看着知青一个接一个的离开渔村 回老家过年 张小兰也开始着急起来了 谢庞之前答应他 帮着买回家的火车票 但是眼看距离过年越来越近 还是没消息 张小兰催了几次 谢庞都是一个说法 已经托朋友去买了 这一两天就能拿到票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 转眼就到了年二十五 这火车票终于买到了 但是拿到票的时候 张小兰傻眼了 买票的那个人把地址搞错了 目的地根本就不是张小兰的老家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直达 张小兰老家的火车了 就算中途转车 五天的时间也来不及 在年三十之前赶回老家 张小兰急得直哭 谢庞在旁边一顿地劝说 最后张小兰只得在小渔村里过年了 这个时候的知青点 只剩他一个人了 谢之书让张小兰搬到他家去住 开始张小兰还犹豫了一下 但是架不住这个地方晚上就他一个人 自己住着害怕 再加上谢庞两口子天天过来动员 最后张小兰还是决定去谢庞家里过年 四十年后 谢家几乎被灭门的惨剧 就在那一年的三十晚上 埋下了祸根 到了年三十晚上 几乎村子里所有的谢家人都聚集在谢庞的家里 跟平常的北方农村一样 吃饭的时候 谢家也分成了男女几桌 本来张小兰应该在女桌吃饭 但是过门就是客 张小兰还没等坐稳呢 就被谢庞等人拉上了主桌 守着谢家老太爷 也就是谢庞的老爹 坐在一块 开始这些人还算规矩 除了喝酒划拳的时候嗓门大了点 偶尔来一两个婚段子之外 张小兰不太适应 她也没有什么出格地方 而且谢家的年夜饭做的也丰富 当时虽然还是物资匮乏的年代 但是桌上除了当地特产的新鲜鱼虾 海参鲍鱼之外 还有谢庞之前拖了不少的人情 花高价从别的南方下乡知青那儿 买的小半只金花火腿 这算是为了张小兰特意准备的 只是当时北方人不知道做法 好好的金花火腿就给炖了粉条了 就这样 张小兰也感动得有些热烈盈眶 心中本来的一点警惕也荡然无存 谢谢的人频频过来敬酒 张小兰喝的是当时山枣蜜之类的果酒 只有很少的酒精成分 这东西喝着就跟糖水一样 仗着这点 张小兰也没多想 有来敬酒的 她几乎都是来者不惧 只是她没发现 吃喝了一会儿之后 趁着张小兰不注意和上厕所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人往她的国酒里面 兑白酒 开始还是少量的 等她适应了几杯之后 再兑白酒 那就是越对越多 没有多酒 张小兰就觉得有些恶心了 这时她还是天真的以为 是果酒喝的太多 多少有一些酒精反应 不过再有敬酒的 她就不敢喝了 但是这个时候 有几个谢谢的年轻人 半开玩笑的 开始给张小兰灌酒 喝了不少酒的张小兰 终于察觉不对头 几个年轻人摁住她的手脚 蟹旁的一个侄子 捏着她的鼻子开始灌酒 大半瓶的小烧灌了下去 张小兰的意识就开始模糊 她觉得天旋地转 桌子板凳都在自己的眼前晃 再看这些姓谢的人 已经不是刚才的模样 谢庞将屋里所有的婆娘 和小孩子都撵走了 这些女人好像知道 即将要发生什么事 个个都沉默不语的 还有几个女人 恶狠狠地瞪着 已经处于半婚迷状态的 张小兰一 但是马上就被自己的男人 连推带嗓地赶出了屋子 这时候 负责灌酒的年轻人 又是半瓶小烧给张小兰灌了下去 张小兰终于忍不住 双眼一黑 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她脑海中留下的最后一个画面 是谢家的男人们 已经开始脱衣服 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半夜十二点 零点的鞭炮声 把张小兰惊醒 她醒的时候 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正趴在她的身上活动 这个男人并不陌生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张小兰还叫她干爹 床上床下都是谢家的男人 这些平时 她叫做爷爷 拜拜 叔叔和大哥的男人 张小兰的下体 就像撕裂一样的疼疼 她终于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小兰哭喊地 想要爬起来 换来的却是 谢庞的一顿毒打 一直打得张小兰 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谢庞才重新 在张小兰的身上 发泄着兽性的欲望 谢庞从她的身上 离开之后 谢庞的几个兄弟 又陆续在张小兰的身上 重复着刚才谢庞的动作 一直到天亮 所有的男人 都在张小兰的身上 发泄完兽欲之后 张小兰才算 暂时得到了解脱 谢庞的一个侄子 将张小兰的衣服扔给了 此时的张小兰目光已经呆滞 肉体和精神上受到的双重打击 将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看见她没有穿衣服的意识 谢庞开门 喊过来门外的婆娘 让她给张小兰穿衣 接下来 更恶心的一幕又上演 五六个女人冲进来 不对着自己的男人打骂 而是冲着张小兰去 仿佛是她主动来勾引 谢家这二十几个畜生 这几个谢家的媳妇过来 冲着张小兰就是一顿嘴巴 只打着她嘴角 鼻子和耳膜都开始流血 最后还是谢庞看不下去 才过去强行给拉开 谢庞亲自给张小兰穿衣服 一边给她穿 一边在张小兰的耳边威胁 已经这样了 想告就去告吧 不过要是我蹲大欲被枪毙 你也好不了 一张扬开 破血你是当定了 而且我要是出事 其他姓谢的 就去你老家 弄死你的爹妈和弟妹 别以为你家在哪儿我不知道 你家来信的时候 我抄了地址 就在我村部桌子里 你爸妈都是教书的 弄死他们 比弄死一头猪还容易 张小兰这个时候已经麻木了 行尸走肉一般 任由谢庞给她胡乱穿上了衣服 再由谢庞的两个侄子 推着自行车 将她送回到知行点 这两个畜生在这儿 又一次监污了张小兰 此时的张小兰 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了 一摊死肉一样 任由他俩发现 他俩走的时候 还把张小兰屋里的粮票和现金 都翻出来给带走了 两个畜生走了以后 张小兰不吃不喝地待了三天 初三这一天 乡里各委会听说 有一位下乡的知青 没有回家过年 专程派人来探望这位优秀知青 才发现已经被冻得 只剩一口气的张小兰 要不是那一年冬天出席的暖和 张小兰在初一那一天 就已经被冻死了 张小兰在香味声所里住了一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里 谢庞还来过几次 但是见到张小兰还是浑浑噩噩的 床上吃 床上拉 已经没有正常人的行为模式 谢之书悬的心 算是暂时放下了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小兰疯了的时候 张小兰却神秘的失踪了 张小兰的失踪 着实让谢庞紧张了一阵 但是转天上午 就有人在城里的火车站 看见张小兰登上了南区的列车 张小兰没有去告关 这个消息 让谢庞紧绷的神经 稍微的松弛了一下 说实话 三婶晚上那件事情 本来不应该是那么发展 起码不应该像现在这么严重 事情的由头在谢庞的几个侄子呢 那几个伴的小子都是十五六岁 几个浑小子平时生鱼生虾生海参吃多了 这火气憋着出不来 平时他们招猫年狗的胡闹 碍着谢庞的面子也没人敢说什么 但是随着这几个孩子年纪越来越大 干的事也越来越出格 从这两年开始 这几个小王八蛋开始对女人感兴趣 夏天翻墙去看刘寡妇洗澡 冬天扒厕所的墙头 看大姑娘小媳妇尿尿 让人抓了过不少次 拧着这几个小王八蛋的耳朵 来找谢庞评理 都在一个村里住着 低头不见抬头见 就算谢家的势力再大 也不好意思为了这事和人动粗 为这谢庞和他那哥几个 不知道打了这几个小王八蛋多少次 但是好了没三天 这几个小王八蛋又排队 看刘寡妇洗澡去 后来谢庞的一个书败大哥 也是其中一个小王八蛋的家长 出了一个馊主意 这个主意让谢庞犹豫了一下 他倒是没反对 当时的年代对于情爱的事情 虽然保守 但是到了农村里 反而放开了许多 谢庞自己在这个村子里 就不止一两个聘头 拿定了主意之后 就开始物色人选 本村的人不合适 最后选定了林村的一个破鞋 这事谢庞没有脸去 还是出主意的 他那个书败大哥亲自去谈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谈的 但好歹也是谈妥了 对方也不要钱 一个人三十斤粮食 也就是十斤细粮 二十斤粗粮 而且不能一块来 找几天晚上 就在看海的棚子里 一晚上一个 直到都睡了一遍为止 事情已经谈妥了 就差把粮食给破鞋送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张小兰来到了这个小渔村 张小兰的出现 让那几个小子的眼睛又亮 他们什么时候 见过这么漂亮的南方姑娘 当时眼睛就直了 之后就开始有事没事的 在知青点转悠 只要张小兰一出来 就跟在他后边 张小兰上哪 他们就跟到那 为这和知青点的南知青 不知道打过多少次家 而且这几个小子 对邻村的破鞋都没兴致 到了日子 竟然没一个人愿意去 怕白花了粮食吃亏 最后 还是谢庞的一个光棍弟弟 替侄子们完成了任务 这几个小子都看上了张小兰 在外边为了张小兰和别人打 回家里关上门的自己人又打 这简直要把谢家的大人们给气疯了 眼看着就要出人命了 谢家的人才又聚到一起商量起来 最后 还是谢庞的那个书白大哥又出了主意 既然孩子们都看上了张小兰 那么就让他们和这个小姑娘睡一次 哎呦 都是小孩崽子 睡一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消停了 这一次谢庞是死活都不答应 找破鞋还说得过去 人家张小兰是黄花大闺女 凭什么让你们家小子糟蹋 这时候谢庞的二爹说话 哎我说老大 你是死脑筋吗 非得让那个小丫头骗她知道吗 之后的一切都是按着谢家人的计划来进行的 谢庞主动接近张小兰 还任她做了干闺女 而且还主动要求帮她买火车票 但是谢庞一直拖着 直到眼看就要过年的时候 才故意买了一张错的火车票 最后就是把张小兰拽到自己家里过年了 本来想的是把张小兰灌醉之后 让她的几个侄子过去占个便宜 然后把张小兰身上的痕迹处理一下 等张小兰睡醒之后让她吃个哑巴亏 反正又没证据 说破大天都没有用 三十晚上谢庞哥几个喝的也有点多 灌醉张小兰之后他们都没走 看着几个侄子发泄完授欲之后 原本在旁看着的谢家男人也欲火分身 谢庞的二爹第一个就扑了上去 接着又是下一个谢家的男人 这个时候门外的谢家媳妇们觉得不对头了 拼命敲门 可已经没人理会他们了 本来谢庞还想劝劝她 但是她走过去的时候 看见张小兰雪白的身体时 她的意识就无法控制了 不由自主地脱掉了自己的裤子 事到如今谢庞也骑虎难下 不知道现在张小兰去了哪 她还特地安排了两个那天晚上的当事人 去了张小兰的老家 去探听一下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一个多月之后俩人才回来 张小兰没回老家 她的父母以为张小兰还在这边 谢庞心里没底啊 张小兰早晚是个隐患 早知道大年初一就应该弄死张小兰 把她绑上石头扔进海里 这就算一了百了 平平安安的过了几年 也没见警察来村里抓人 谢家的人都以为没事 时间又过了三四十年 就连谢庞都快忘了这件事 再来说张小兰 在乡卫生所里缓了几天之后 她就醒过来了 但是第一眼见到的 就是假星星来看望她的谢庞 张小兰当时怕急了 装傻才把谢庞骗走 但是卫生所她是不敢待了 好在乡革委会和知情办的人 来看望慰问她的时候 都带来了前屋 当天晚上趁着卫生所里的人 看管不严的时候 张小兰溜出了卫生所 三更半夜 张小兰一直走了五站地 这可是长途汽车的一站一站 天蒙蒙亮的时候 她才到了县城的火车站 当时没有直达张小兰老家的火车 不过张小兰心惊肉跳的 已经顾不上了 随便上了一辆火车 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剩下的离开了再说 好在这趟火车也是到南方 换了一趟火车 又过了三天之后 张小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她满肚子的心酸和委屈 包括仇恨 都想跟自己的父母倾诉一番 没想到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看见了那晚侵犯她的那些人中的两个畜生 在这一瞬间 她想起来了三十二晚上 谢庞跟她说过的话 她会来杀死自己的父母 在惊慌之中 张小兰没敢回家 她像眉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一直跑到了当地郊区的一座道观前 她才停了下来 这座道观以前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 解放前香火最盛的时候 道观里边光是道士就有一百多人 只可惜 现在破四旧 破得大部分道士被迫还俗了 偌大的一座道观 只剩下一个老道士